這次很糟糕 爸爸, 他已經告訴全世界 連家人都拆了, 給面子 你這次搞錯女兒 我沒搞錯女兒, 姐姐 故事是關於房祖明 一個年輕人, 放蕩不羈 充滿愛和恨 你要交給他就交 你別跟我說歷史, 好嗎? 如果我現在交給他, 你就馬上死 一開始為何會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他爸爸 梁家輝是一個黑社會大哥 房祖明創出一個殺身之王 梁家輝是要處分自己的兒子 爸爸是愛惜兒子 他是愛惜女兒 但是他不懂怎樣去表達 他只可以根據他自己 能夠認知的一種方式 就覺得他自己是表達了 我的目的就是要挑戰爸爸 所以我把那些惡, 串, 型, 狠, 狼, 霸 全部都在這套戲裡用了 我經常都去幫我弟弟 去維護我弟弟 去爭取、評理 保護我弟弟 把他藏起來 他就要找他出來 因為他犯了事 我兒子逃走了 去了台灣 在台灣的山下 每天都聽到山上 有些鼓聲傳下來 這些鼓聲就是 憂人神鼓的鼓聲 被鼓聲吸引 上去看看是甚麼事 不單止被鼓聲吸引 所以他還發現 古隊裡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叫李心傑 紅豆跟我自己 即是二十初的時候是很相似的 很年輕 很衝動 對很多時候都很執著 很愛恨分明 結果來到台灣 就竟然見到這位人 就竟然意外意 還打我 所以就不知為何 可能有一點反常的感覺 就反而喜歡掉他 他見到歌聲的時候 他會排斥這個人進來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他好像看見 以前他不喜歡的那個自己 泄好像是把他裡面的東西 是勾出來的 打, 聽我說, 自己說過 慢慢泄用他自己的態度 或者自己的實力去表露出來 令紅豆對他改觀 他猜有什麼用呢 聽完就沒有一件事了 不, 他可以留在你的心裡